济公和佛辞训武教的教义 武教的教义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因为武教都是源于上帝的真理 也就是道所以武教乃至于 世界各宗教法门的目的 都是在于离苦得乐 回归天国正德永生 所以武教是异地而同志 不一样的地方性起 但是有同样的志向跟心志 如根道士性起于中国 耶教教圣行于欧美 回教则是中东 还有印尼马来西亚等地 所以武教所性起 所圣行的地方不一样 但是同样的志向和心志 都是离苦得乐 回归天国正德永生 道乃是还未有天地之前 就已经实际存在 宗教则是有了人类之后 才有的教化和原则 宗教的目的 也是在于要指引导引众生 寻找本来的源头和根本 天道是有天命的这天命 是从开天霹雳 有大道将士以来 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只因为道 在以前是单传独售 现今则是天道大开 普渡大谱传之时计 一贯天道乃是教外别传 宗教之外的传授 所以天道 乃是集天底下 各宗教的精华 因为五教愿于上天的真理 也就是道 所以天道实际上 是已经蕴含了 各宗教的精华 道要来平收万角 就是要各宗教 皆归一上帝 皇母的天命 共同来互持 伴侣三槽归一天命 传授上帝所要解 就是人的大道 道是兼容并许的 道是包含宇宙 天地一切万物 你信真主阿拉 也可以来求道 信道修道 而且主人 就是你的唯一 你信奉佛教百事 加牟尼佛 也可以来求道 信道修道 而且是真正的归一 归一上天的天命 得寿世家牟尼佛的正法真传 因为世家牟尼佛的正法真传 也是源于上帝的天命 在天道当中有礼拜五教圣人 因为五教同源 于恩于上帝 于恩于道 所以五教圣人 为众生牺牲奉献 教化使人有恩于众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